大家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这里是尼维加斯开车 差不多一个小时的一个地方 这里是一个合法的妓院 一北京大哥带我来 他来到这玩过 但是很可惜疫情好像不开门 然后他说这里边 小姐穿高档的穿贵的 要一千多块美金 看一下 这承认娱乐 Girls 没有男的 全是女的 各种sexy 你看进不去 现在疫情都不开门 这里边都是持合法执照的妓女 什么种族都有 这是没有雅医 进门就规定了 你做爱的时候必须要带避孕套 我听说里边都是名码标价的 可以找女的 也可以找男的 也可以夫妻来找一个女的 或者夫妻找一个男的 里边还可以玩性恋啊 各种知识啊 总之八十八般武艺都会 之前我就看过中国 妇女儿童事业中心发过一个报告 说中国有百分之六十八的女人 没有体验过性高潮 甚至93.7%的女性 为了讨好男生还假装性高潮 像那个中国有个性学会的理事长 徐天明就说 中国的性忙比文忙还要多 我觉得吧 性不是洪水猛兽 也不是羞耻摆不上台面的东西 相反 性是上帝赋予你最美好的东西 和吃饭睡觉一样 简单而美好 所以我始终认为 女性真正的独立 是不仅在社会的角色上 经济独立 生活有品质 工作认真 观众们回到家 还是自己欲望的主人 这就是你的AB两面 这个大哥说 疫情都关门一年了 然后五月份开门 里边一共有25个房间 五月份开门的时候 只来一半的消息 剩下一半要等 这个疫情结束 数字降下来以后才会到位 都关门了 是的 他们应该要是 如果他们按照的规则 所以 鸡肉比较便宜 我不知道 因为我的朋友告诉我 这里可能是1,000 鸡肉可能是300-500 这个大哥说他也不知道他的价钱也不知道邻居的价钱 要等客人来了自己谈价才知道 但是谈价的空间是很少的 21岁才可以进 5月份开张 5月份开门 他说5月份 然后5月份只来一半的女孩 然后要等全部开张了以后 小姐才会全部到位 然后呢 他说在里边的话呢 是客人进来以后跟这个小姐自由勾兑 自由聊天 然后问多少钱 然后客人可以一边吃着喝着酒 一边吃着水果跟小姐谈价钱 他也不清楚多少钱 总之就是客人来了以后自由谈 主要是看人 那就是带出来 这几院都开在那个荒郊野岭的感觉 有没有很害怕呀 但是这是合法的 这家看上去就比那家要规模要小一些 这儿还有放风的一个小亭子 专门放风的吗 美国人把信呢当成了一种体验 我们中国人把信当成了一种道德的束缚和困扰 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就得玩过的人才能带我来找到这剧院这地儿 这北京大哥太牛了 拉斯维加斯就没有他没玩过的地儿 翻译成中文就是机场的意思 这全世界都把妓女都叫鸡呢 这家里没有来玩过吧 这小孩子装修呢 人家还在 这地里边还摆着这些牌是要装修吗 这样的机院 技术学院 听说里边金发币也蛮挺漂亮的 不同的种族价钱不一样 能谈的空间很少的 美国合法的机院 带大家见识一下 可惜没开门 开门进去 进去也应该也不让拍的 咱们也只能在外边看一下 这种鸟不拉死气不下蛋的地儿 开个机院有这么多人为了打一炮来吗 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 什么 听说 好 好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